武汉肺炎 COVID-19已经爆发院内感染 在28日时确诊的案34 在2月14到21日曾因为糖尿病的相关并发症住院 结果在当时传染给院内的一名清洁工 以及三名护理师 一下子院内感染来到五人群聚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庄仁祥表示 目前针对案34的院内群聚 截至目前已掌握五名个案接触者共270人 并已裁减186人 其中183人一彩阴性 还要等待二彩结果 其余也尚待检验中 不过虽然疫情调查都还在进行中 这起案例却很有可能像案24的家庭群聚感染一样 在找不到感染源头的状况下就结案了 但庄仁祥认为 现在就谈结案真的太早 因为根本还没搞清楚到底谁感染了谁 庄仁祥说 目前所有的推论都是建立在案34是感染源的假说下 但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区分到底是谁感染谁 因为如果案34是感染源头 表示他要在14日就发病 才会具有传染能力 而案34在14日时 却没有很明确的症状表现 所以只能说是推论 武汉肺炎院内感染会拖垮台湾医疗案34感染3护理师 亦清洁人员 但仍有三大疑点没有厘清